全油管最快新闻,近日,江苏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医生朱某某被指涉及1.5亿抄家的谣言在网络上流传。 然而,当地媒体已经辟谣,指出谣言严重失实,并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。 值得注意的是,虽然相关谣言中提到朱某某被抓,但并未得到确认。 朱某某是一位著名乳腺外科医生,常年从医药代理商和患者处获得回扣和红包。 长州市卫健委表示,此事由公安部门处理,其他情况不得而知。 这起事件给朱某某的声誉带来了负面影响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